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太岁这个东西 太岁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 但偏偏一块价值百万 太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件事还要从六七年前说起 当时的辽宁省一位大哥上山干活的时候 无意之间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太岁奶 拿回家经过称重得知 这块太岁重大150斤 大哥心想总算是捡到宝贝了 要知道在那时候太岁的价格非常昂贵 基本上可以卖到一万块一斤的价格 最后大哥决定直接找到商家出售 直接让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五年前 山东省一位大哥在院子里闲逛时 突然发现池塘中有个奇怪的东西 经过打捞带回家之后 还特地请到专家上门鉴定 最终的鉴定结果也没让大哥失望 这确实是非常稀有的太岁 此次发现的太岁重达50斤左右 而在那时太岁的售价已经涨了不少 一度达到了两万出头一斤的超高价格 经过估价这位大哥的太岁已经超过了百万元 真是比重彩票还要高兴 这时候就会有人问了 太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如此珍贵值钱呢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太岁那些事 首先之所以说太岁不是植物 也不是动物 那是因为太岁属于一种军附合体 但也不完全属于军类 所以说太岁也被专家称为第四种生命形式 并且从人们发现它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珍贵 最早诞生的时期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了 历史可以说特别的久远 最终也是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一路走到了现在 太岁的居住环境大多在20到100米的土壤中 虽说上面两位大哥发现的太岁都很大 多的超过100斤 少的也要有个五六十斤左右 但其实它的生长速度是特别慢的 因为太岁的时间观念是以亿作为单位 要经过百万千万甚至上一年 才可以生长到一定的个头 而且我们上面也说了太岁的价值连成 但其实不光太岁非常珍贵 用太岁泡出来的水同样值钱 就是这样的水都可以卖到50块钱一斤 通过这点就可以得知太岁的珍贵程度了 那么乡下经常有人说吃了太岁可以长生不老 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其实在古时候有关记载证明过这种问题 但如果放在现在来看的话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吃太岁可以为人体提供很多营养 太岁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等微量元素 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太岁不是一种药物 之所以说它有神奇的疗效 那就是因为其中含有蛋白质 人一旦摄入就会提高免疫力 从而修复人体的不足 让人一直保持健康 而且这些物质在很多食物中也都存在 比方说人身类似的补品 对人体确实有着一些好的影响 但并没有那种可以长生不老的说法 有一些过于夸张了 那么下面就是如何分辨太岁 首先可以看外观形状的不同 太岁也分为形太岁和无形太岁 形太岁一般来说是以固体形式出现的 反之无形太岁则是没有固定的形状 它的形成条件决定了自己的形状 有一些长相是一片一片的 还有一些是圆圆的 观众朋友们可要认真看看 如果真的遇见这种太岁 可不能认为它是什么没用的东西 如果把它带回家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虽然说太岁的生长速度很慢 但是几十万块卖出去是非常酸爽的 那为何可以卖到如此贵的价格 其实早在股市后就有这种物种的记载了 只不过没有现在总结的详细 那时候只说过太岁可以兼致百病 还可以调理自己的身体 最后毕竟太岁是一种远古就存在的物种 并且是一种多菌类复合体 所以说个头要比其他的菌类植物大很多 表面大多数呈现圆形活源锥体 另外无形太岁的外表是不规则的 看上去就是一大坨的东西 其实不管是什么太岁 都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 不然也活不了上万年坚持到现在 它的繁殖方式也非常的奇葩 太岁可以把自己分成若干块 每一块都可以被当作一个新太岁 形成独立的个体 也就是因为这种高效的繁殖方式 让太岁灭绝的概率大大减少 最后还是要向大家告知 太岁生长的环境比较复杂 还是集体一观众朋友不要随意使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不同看法的话欢迎留言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捧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